目前一共造成192人死亡 23人失踪 还有11470人受伤 受灾人数有219万多人 而现任的搜救行动持续的进行 也陆陆续续传来一些好消息 包括了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 他被埋了6个小时 顺利的被平安救出 并床上的黄小弟弟 脸上还有被房子压住时的擦伤 爸爸在一旁细行照顾 想到差一点就失去孩子 心都揪在一起 就在村民的帮忙下 一百多人合力把黄小弟弟救出来 途中余震不断 黄爸爸自己也受伤了 自己身上的伤不要紧 想起在路上帮忙将儿子送医的 陌生人黄爸爸感激万分 还好有好心人帮忙 黄小弟弟才顺利获救 这场地震灾区范围相当大 官方持续投入人力物力救援 虽然目前还没有接受外国搜救援助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见外国使团时 也对国际社会以各种方式表达慰问 表示衷心感谢 记者综合报道 需要卢先大地震发